不懂我非常重視他的髮型 我不敢請他戴 我就先給他 可是激不得賴清德 抛下藕包說戴就戴 出席女棒紀錄片 不自己形象 聊了起 因為棒球這麼好的運動 真的是應該男生女生 兩性都應該要共享 擴大接觸不同族群 平被點名占2024 現在看到這民調數字 可能心安點 美里島電子報最新民調 信任度賴清德62.2% 小叔侯友宜的77.2% 勝過柯文哲黨內可能對手 鄭文燦 至於朱立倫更慘 信任度只有28.2% 而在誰是合作2024總統這一題 賴清德有超過三成的人支持 侯友宜則是22% 柯文哲14.1% 朱立倫和鄭文燦 僅有約4% 副總統民調大勝柯侯 有沒有增加信息 那就是參考一下 那也不用給予太多政治化的解讀 距離2024還很遙遠 信息立委 鄭文蔡賴清德兩邊都不得罪 只是這份民調還有朱立倫數字 也不太好看 怪不得國民黨前立委 商總理事長許舒博喊出 要推翻綠營執政 得要侯科配或是科後配 這種事情到選舉前半年討論都還來得及 現在講這種都是沒有必要的事 我非常擔心在春節期間 萬一如果我們沒有潛力防毒好 會不會再有新興的疫情 這才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我們所關心的 其他的都不是重點 兩人大打太極 但也沒把話說死 但不管是喉科還是科喉 朱主席這回都不在這一位 藍營人士名單上 TVBS 劉育之旅 作為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